近来,一连串的桃色新闻在网络上掀起了狂潮,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不雅视频的曝光似乎成了网络爆料的新常态,人之常情,七情六欲,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 然而,在公共场所的光天化日之下,却出现了许多不适宜的行为,这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说到这次的事件,先是村干部的不雅行为刚过去,接着是长熟野外大屏幕上的小情侣事件。 如今又有山东某高校画室内的一对小情侣的视频被广为传播,这一系列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思考。 10月10日,山东某高校烟台科技学院的学生们刚结束了长达八天的国庆假期,迎来了新的学期。 然而,学校内赚出了一段长达1分52秒的不雅视频。 视频显示,原本是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在画室内专心作画,然而下一刻的画面却让人无法直视。 但是,当天,画室内只有男女两人,由于情侣二人过于投入,或许是因为距离学校假期的放纵,两人做出了不符合规矩和道德的行为。 了解情况的知情者爆料称,这可真是糗事一桩。 既然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号教学楼里。 还有人分享了一些聊天记录和视频,一些网友将视频截图放大后,展示了女主角的颜值。 她浓密的卷发,白细的肌肤和精致的五官让人叹为观止。 男主角则身穿黑色卫衣,戴着一副眼镜,但遗憾的是无法看到她的正脸。 画室内挂满了学生们充满创意的作品,地上堆放着画架和其他艺术工具,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 然而,由于这起不雅事件的发生,这种浪漫的氛围也立刻被打破。 相较于只看到片段的视频,更让人震惊的是知情者透露的信息。 这段视频并非通过监控摄像头拍摄,而是从门上的玻璃窗户上偷拍的通过流传的视频来看,的确像是通过一层隔膜偷拍到的画面。 如果事实如此,那个偷拍者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将视频发布到了网络上,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这一系列的不雅视频事件进行思考,人们的隐私受到侵犯,人性的丑恶一览无余。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偷窥他人隐私,非法拍摄和传播不雅视频都是违法行为。 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非法侵入住宅,他人住房等且明知或应知有人在的, 或者违反规定使用科学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病处或者单处罚金而网络安全法也明确规定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权益。 然而,法律只是一方面的约束,更需要我们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行为。 这些事件反映出一部分人对道德底线的模糊认知和对他人权益的不尊重。 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也带来了道德观念的淡薄。 一时的冲动使得一些人不顾后果。 这些事件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言行的道德约束。 对他人的隐私和尊严要有更深的尊重。 只有每个个体都能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才能营造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社会。 对于烟台科技学院的这对小情侣来说, 他们现在一定后悔莫及。 他们年轻,犯了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重要的是认识到错误,改正自己的行为,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教训。 改正错误,做出对社会和自己负责的选择。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明智地使用信息, 不仅要尊重他人的隐私, 还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让我们以正确的道德观念为指引。 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更加文明, 宽容和有序的网络环境。 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 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如有事件存疑部分, 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